日本女生都會講說 妝感越重越能防曬 但這麼淡妝還可以防曬嗎 當然可以 現在有很多的科技防曬 就是在淡妝裡面 依然可以做到 減少陽光傷害的功能 我不敢相信 我覺得就是一個 完美的底妝 我覺得就可以 讓整個約會進行得很順利 我會使用貝朵納的極光CC霜 這個就是我的空空賞八寶 它的防曬係數呢很高喔 老師 非常厲害 我是三可星的 是最高等級的防曬 真的假的 要創造這麼清透的妝感 又同時必須有 這麼好的防曬功能 又可以做到讓皮膚不油 它就是有科技在裡面 第一個 它可以 因為紫外線它吸收了 就不會進到你皮膚裡面去 那你就不會黑 另外第二個功能 它可以 所以陽光照進來之後 它反射出去 它就不會進到你皮膚裡面去 它有一個科技叫做 三重UV包覆科技 所以它的防曬效果 才可以達到更長效 我不敢相信 首先呢我就準備了 紫外線的感應卡 我把極光CC霜 插在它一半的地方 這個時候我拿一個紫外線燈 這就是紫外線 希望不要照我 希望不要照 因為你一照就會黑喔好不好 我等一下會變黑麻油 那我就照這裡 XXX擦掉給大家看 對... 蛤 真的... 完全沒有耶 就是這樣 天啊 直接兩半耶 對 它有一個智慧光感 校色科技 是調整你的膚色 透過跟光線之間的折色關係 讓你的膚色整個體量 它在設計的時候真的很棒 很厲害 它有八種功效 抗腦修護 同時是鎮定舒緩 然後可以極潤保濕 然後可以均勻你的膚色 就跟你藏文一樣 那同時可以 然後呢 它又有 校正蠟黃的效果 它可以修飾你的瑕疵 它裡面加了很厲害的三種成分 第一個成分 它是來自於雪山上面 極地雪藻 是綠色的 曬到太陽 它會變成粉紅色 這是一種自我防護機制 它一樣用在你的皮膚上面 它就會去保護你的肌膚 減少滋外線的上面 現在要拉到沙漠裡面來了 它加的是復活草 被稱為 地表上最強的保濕成分 所以你的妝感 才會長效地維持你的妝感 下一個成分非常夯 叫做積雪草 修復的功能 太厲害了吧 可以讓我試一下嗎 清晰再把它按壓進去之後 你就會看見你的膚色 完全就會不一樣 它會讓你的皮膚 更加更加的光滑細緻 有耶 這邊看真的是很有看 而且你會覺得 它的那個細紋會被填補 對 它雖然有最高的防曬等級 又不油膩 沒事 我不是在做效果 真的 不用力 真的完全是很順耶 我用稀油面紙 看看能不能在你上面 把那個油紙 它完全的是沒有任何油紙在上面 整個很清爽耶 好厲害的東西 好 剛剛這樣子 已經完成了 天啊 好好看 這是一個擺開水的概念 然後又有氣色 男生應該會喜歡這樣子的妝感